各位親愛的貴賓們 大家下午好 也讓大家久等了 那今天我的時間沒有控制好 所以呢 我們稍微時間往後挪了一點 那請問一下 剛才我們的貴賓們 您的照片都拍得很棒對不對 田園老師 伯母有跟您照到像嗎 這最重要 我們剛才差一點急死了 真的很感謝 好 我想後頭 應該還有幾位貴賓會陸陸續續進來 但是我們這邊失誤招臨一下 臨財富銷售進來了 真的 但是我必須要先跟您報告一下 我完全沒有打開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裡面沒有東西 這句話有點矛盾 我完全沒有打開 但我是透過這樣子的發現裡面沒有東西 但是紅包還是要還給你 失誤招臨 但是我要確定一下 支票 夫人您有拿著嗎 沒有 有 真的還在裡面 請問我們剛才怎麼都沒有看到呢 變魔術 好 各位貴賓 我相信在剛才的頒獎典禮當中 大家已經聽到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但是我們更引緊期待 希望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帥哥來為我們演講 對不對 各位對的聲音要大聲一點 因為他真的很帥耶 因為我們待會您看到 我們這位大帥哥其實已經在這邊等候大家多時了 而且這個是真的是我們中華民國最棒的天文學家 而且現在又是擔任我們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館長 今天我們孫館長很難得利臨到這邊 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夠多分享一下他的天文心知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讓我們知道我們未來會過怎樣的生活 我們也希望到外太空去旺旺休閒 現在是不是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孫館長 謝謝 好的 謝謝我們主持人的動人介紹 剛才雖然我在休息室裡面 重新把一些演講資料放點新的進去 但是現場有一個監控螢幕 所以我一邊整理資料 一邊也能夠了解我們每位得獎人的感人故事 聽得好感人就希望他們繼續說 這樣我只要簽個收據我就可以回去 好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我們邁向太空 我就不一一唱名我們的貴賓了 我很感謝動演講的找我過來跟大家分享 太空未來的生活 那不是遙遠的事情 我們常常講太空 space age is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眼前不遠的地方了 但是我們回頭看一下 我們接觸天文也接觸太空 這兩個密不可分 而天文學呢 是人們跟大自然最直接的接觸 也是自然科學裡面 最接近人文學科的學門 十一門離我們最遙遠的科學同時也是最近的科學 這話怎麼說 最遙遠是因為我們研究的星星銀河 多半都在萬千光年之外 最近呢 就因為我們晚上走出去外面抬頭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自有人類以來 天上的星辰變化就跟人類的霍負窮通分不開關係 但是起源於星空的觀察跟解釋鮮明很好 他們沒有手機 不用看連續劇 沒有沿繫攻略 他們晚上可以在外面仔細觀察星空 所以很早就能夠了解了宇宙星空的規律 最早的科學觀測來自太陽的運行 觀測任何變化 得出一天跟一年的規律循環 各位 這不是小學科本上說的東西嗎 對 但是你真正親自動手做的感覺不一樣了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張圖像都出現在地球科學的課本上面 夏天 夏至 冬天 冬至 馬上要到冬至了 夏至太陽走到最高點 冬至太陽在最低點 中文真的很優美 至就是抵達的意思 夏天太陽抵達天空的最高點 冬天太陽在中午抵達到最低點 春秋分剛好是一半叫做分 所以二分二字典是天文裡面非常重要 二次節氣裡面很重要的四個節氣 但也是因為高低不同 我從鮮明就知道起來的方位是不一樣的 東方起來的方位是不一樣的 自從我到臺隆科部館去當館長之後 晚上有時候忙起來就不回家了 還好館長是旁邊有個休息室 給小七以下的早上三四點四五點 年紀大了睡不著 回來繼續做事 我們的窗戶是面對東方的 每天早上當亮麗的陽光灑進了我們辦公室 溫暖和虛的感覺好舒服 可是学天文的人从科学角度思考 就想知道太阳起来的方位有没有改变 我就请了个同事帮忙 在我的窗台上摆架照相机 缩时摄影 每天早上四点钟自动启动 拍到七点半 每分钟拍一张 各位这是多少张 两百一十张 每天早上拍两百一十张 各位我拍了几年 五年 连续拍了五年 大家不看一下 这是夏至的时候 这是夏至的太阳 这是最北边 这是东边 这是北边 这是往南 这是往北 可以6月21号是夏至 猜猜看下一个重要的节气是 秋分 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太阳跑这边来了 冬至你可以想象 一边吃汤圆一边看着它 在这个地方起来 所以我自己是学天文的 还到了NASA去工作 我没有亲自拍这个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 太阳起来的位置会有这么巨大的改变 所以很多时候呢 希望大家鼓励年轻人自己动手做 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动手做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每天早上210幅图像 第一天你可以看得到第一天我们拍的图像 2013年7月31号 其实清晨的晨替昭阳彩霞 变化万千 真的好漂亮 好 大家看完以后 我们再放一次就要开始考试了 考什么试 各位可以看到里面一个很著名的星座吗 看得到吗 不错嘛 我想动员讲应该给所有的观众啊 怎么这么厉害 看得到这三颗腰带星 身锈 就是人身的身 星锈的锈 身锈一 身锈二 身锈三 身锈四 最亮 身锈五 身锈六 身锈七 这是一个完整的猎户座 小犬在这边 大犬 天亮星在这个地方 冬季大三角在这个地方 这是木星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屋里面日光灯的反射 不要以为这是有意义的东西啊 第一天晚上能够拍到这样我就好高兴了 你可以看得到 东方见亮 我很喜欢这种硕士摄影 你可以看到 晨曦昭阳彩色变换 真的是亮丽的 不得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实际动手做非常重要 价值秋分跟冬至的变化 让大家看一下第二个考试开始了 各位可以告诉我吗 这张照片是在南半球拍的 还是在北半球拍的 我不看底下了 我闭着眼睛 认为是南半球的请举手 认为是北半球的请举手 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你们在赤道上吗 大家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 既然学了天文或者是物理 就需要常常合上课本走出户外 来到夜空底下 苍天为障 大地为床 你只要在外面待上几个晚上 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就了然于胸 根本就不需要在课堂上背这个考那个的 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走到户外去 没有办法把实际的自然界跟课本上连接在一起 这什么东西 这两个特别有名 是什么 大小麦哲伦云 大麦云跟小麦云是离我们最近的两个卫星星系 也是我们银河系以外的东西 同时呢 只有在南半球才看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大小麦哲伦云 今年是一个重要的五百周年 什么五百周年呢 你说 孙老师 151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1519年8月时候 麦哲伦的船队扬返启航 麦哲伦的船队 那不是快乐的出航 那是一个极端残暴血腥的过程 麦哲伦也没有完成他的环球voyage 但是呢 他的发现 跟他的累积出来的成果已经是不得了的 Kernobus 老人星 全天第二辆的星 台湾的墾丁偶尔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的话多看两眼 据说可以延年益寿 老人星 第一辆的星 天亮星在这个地方 这是银河 这个银河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 我们到中央大学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还是天文系的学生 天文所的学生 带上露林山去做观测 学生头一次上去好高兴 天暗下来以后学生跑进来说 老师 外面满天星斗漂亮得不得了 可是就有一条云在那边不散掉 好讨厌 这是我们银河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银河上面很有名的是南十字 Southern Cross 四颗星南十字 旁边有个黑暗星云叫做Cosac Nebula 霉带星云 装煤炭的带子的星云 这边这两颗星很重要 半人马坐的南门二跟马负一 半人马跟人马是两回事 人马就是射手 在黄道十二宫里面还蛮有名的 但是半人马是南天的另外一个星座 这颗星离我们最近 是太阳最近的恒星 距离多远 4.3光年 4.3光年以我们现在的科技要走多久 我在高中就做过这样的计算 拿当时最快的火箭阿波罗任务的农生五号算了一下 只要不计入相对论效应 不算相对论效应的话 大概还好 需要三万年 三万年 学生一听本来好兴奋 老师那边要多远 去了要多久 我说三万年 他脸色马上垮了下来 过一会儿 颜色又恢复正常了 说老师没有问题 我们多带点电动玩具 反正一路打过去 时间很好打发的 现在的孩子们受到手机的影响太严重了 但是我想在座 我们多半都是成年人了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两个月我们在西头山上 办五大有科学营 十几节快二十节的五大有科学营 两岸四地的大学生 一百多个同居一堂 请了诺白奖得主 好多重要的学者来演讲 同时因为产观学研结合的关系 也请了林百里先生来讲 林百里先生在演讲过程中 谦虚地自称是工具制造者 演讲结束以后 我是执行长 我带着同学们问问题 我就说了 林董啊 工具制造者 可是你看到没有 你做了3C设备 大家都拿去玩电动玩具 浪费生命 你感觉如何 说老实话 前一阵子宝可梦 在台湾流行的时候 大家知道宝可梦吗 那些肯定是抓获 去抓个宝可梦的 我从博物馆八楼的窗户 周末的晚上 看我们博物馆的广场 平常是黑系马屋的 渺无人声 那一阵子 广场上面都是人 几十个人手上 拿个发亮的东西 两眼无神 一脸茫然 走来走去 好像恶灵古堡的场景 重新出现在科博物馆 抓那些手机上面的虚拟宝物 心里面觉得真的很难过 为什么一强制格的博物馆里面 有这么多大自然采集过来的真正宝物 你不来抓 你抓那些手机上的东西 我把那个叫电子鸦片 林白里先生怎么说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 我自己不戴手表 我心里面想 有秘书帮你看时间吗 然后他也说 我很少用手机 我心里想 有秘书帮你看手机吗 但林白里先生底下讲了两句话 让人印象深刻 有如醍醐灌顶 他说什么 他说手机是半小时的 脑子才是办大事 你不要用办琐碎事情的手机 绑住了你办大事的脑子 所以这两句话我常常送给我们的年轻人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们的夜空 看得到很漂亮的M31 巨大的椭圆星系 我们自己身在庐山中 不知道我们银河长什么样子 侧面看过去 这是我们银河的样子 但这张图像很特别 它是紫外线拍的 紫外线凸显了这个银河里面 两万颗最亮最亮的恒星 蓝白色的OB stars 如果你把这两万颗拿走了以后 这个银河在 这个星系在紫外线波段里面就消失了 但是它还剩下多少颗星 你要问我 它原来有多少颗星 两千亿颗星 各位两千亿颗 减掉两万颗 还剩几颗 两千亿颗 数字完全没有改变 但它就从紫外线波段里面消失了 而且这个星系很好玩 大家的星系 各位可以告诉我 宇宙是在膨胀还在收缩 宇宙在膨胀 所以理论上呢 所有的星系都离开我们而去 离得越远跑得越快 这就是有名的 没有中心均匀膨胀的哈勃定律啊 各位 可是 M31 正对着我们撞过来 正对着我们撞过来 两千亿颗恒星的质量 每秒钟速度是三百公里 秒速三百公里 你根本改变不了它的方向的 这个巨大的天体 对着我们银河直撞过来 不久的将来 就会撞到我们银河里面来 学生一听好紧张 问 老师你赶快告诉我 是什么时候 他们想知道 是不是在期末考之前 这个星系是我们的锦铃 距离我们两百三十万光年 是我们这个眷村里面 靠珠丽巴边缘的一个星系 如果我们自己在眷村中心的话 两百三十万光年呢 每光年十兆公里 除上每秒钟三百公里 大概需要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以后 这个星系会跟我们银河融合为一 也不用等三十一年 十五一年 二十一年的时候 就已经壮观得不得了了 那天上就只有一个M三十一 那时候教天文学很简单 因为你只看得到M三十一 其他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跟学生讲 好好活着 那个场面非常壮观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母子星系 母亲带着孩子好温馨啊 No 这是一个极端残暴血腥的过程 早期宇宙因为体积小 所以银河跟银河之间的距离很近 常常发生星系相识 这个大银河正在以它的潮汐里 把它扯碎了以后 吞到它里面去 再给它几千万年呢 这个星系都不见了 会进入成为它的一部分 但重点不是它 重点是它 如果我们要看我们银河的正面的样子的话 这就是我们银河正面的样子 漂亮的漩涡星系 有两个巨大的漩涡背 没有很多就是两个 太阳在哪里 太阳不在中间 太阳在旁边 距离中心大概三万光年 直径是十万光年 太阳大概在三万光年的地方 这是我们银河的图像 珠宝香 好多人喜欢天文 就是因为发现宇宙里面 有这么多五彩缤纷 各显齐去的有趣的天体 看了好漂亮 同学说老师 这个好漂亮 要靠近一点好不好呢 进到里面好不好呢 如果太阳在里面的话 无论白天黑夜 没有黑夜了 一天二四小时 天上有几千个太阳照耀着 学生说找后裔来吧 不要说射箭的 机关枪都打不完 远看是好的 不可谢万言 这句话天文跟人文最接近 所以我们很喜欢讲的是谁的话 引用的是Ask Wild 王尔德 王尔德这个人的讽刺 幽默的能力远超过我们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 绝对不适合有老师告诉学生 可是各位想听吗 好 那我们就当做朋友 告诉朋友好了 好不好 王尔德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 如果能够拖到明天做的事 今天绝对不要去做它 老师绝对不能跟学生这样讲 他另外讲过一句话 我可以抗拒一切 除了诱惑之外 废话 但是王尔德讲的这句话 在温夫人的扇子里面 讲的借达林顿勋爵的口 说出来这句话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stars 身陷烂泥沟渠之中 还是有些人会仰观星空 这讲的是伦敦当年下层阶级 悲惨困顿的生活 但有些人即使生活得再悲惨 还不放弃希望 仰观星空就是不放弃希望的意思 但这其实是我们过去十年 在青藏高原 兴建天文台的写照 我们在西藏的最西边 阿里五千米的高山上面 高原上面兴建天文台 大家可以知道 那边缺氧 寒风 心迹 痛苦都不得了 但是天美都不得了 常常我们坐越野车 从拉萨下飞机了以后 需要开两天到三天 才会到我们高原的天文台所在地 有的时候修路路断了以后 越野车就下变道 偶尔三不五时 就会陷在泥巴利里面 有一回傍晚 卡在泥巴利里面出不来 我在后面推 所以司机在前面一踩 轮胎一转 我身上喷的全部都是烂泥巴 车子还是出不来 只好我颓然沮丧地 坐在旁边的烂泥巴堆里面 抬头却看到有史以来 我看过最美丽的星空 那种星空有什么描述 文学上的描述是像 天堂地板上的小洞 天堂的光线透过这些小洞 洒落下来 像天堂一样的美景星空 却要通过地狱一样的环境 才能感觉得到 这就是天文学家的生活吧 我为什么会走上天文的道路呢 其实很简单 据说这是在竹南后火之战 一家7000前面的路平 我女儿去那边办活动 看到以后拍张照片回来说 爹地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做天文了 早已注定了人生宿命 报社记者看到这张照片 觉得很有趣 跑去采访当地骑老 问一下这两个路怎么命名的 回来告诉我 说维新路时日已久 已不可靠 天文路呢 我说一定跟天文学 天文台有关系吧 他说不是 附近有座庙叫天文宫 跟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 但为什么人类会雪地迈向太空 第一个好奇心 第二个开发矿产 各位 开发矿产正在如我如荼地进行 第三个是寻找新家园 Space A is around the corner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看一下台下的同仁们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 我们会看到太空时代的出现 中年朋友的话 有一半的时间 你的生命会在太空时代里面 年轻人 你们的下一代百分之百 会是太空时代的人 而那个时候呢 进出太空的费用低廉到你难以想象 就跟今天搭地铁去坐捷运是一样的 就你们这代年轻人知道 哪天你的孩子要出门了 你问他上哪去 他说我上太空 你说多带点钱吧 他说不用 我有一张悠悠卡就够了 那个时候也不需要坐太空船了 做什么东西 美国跟日本在大力发展的太空电梯 Space Elevator 直播进了电梯以后 你不是按18层20层 是按1836层 花一段时间你就到了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 所以新的进展不断地在进行 但进入太空的考验的技术跟人员都很困难 第一个 进入太空的成本现在被大幅地降低了 再是人员在身体上跟心理上 还要接受严苛的考验 那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是谁 各位告诉我 家家里是标准的课本的答案 明朝的万户 明朝有一个富翁 这个万户家里很有钱 可是他又很好奇 各位 有钱加上好奇就等于很危险 一天到晚他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李白的巨师遇上青天揽明月 想上太空 直到最后他终于付诸行动 穿着非常漂亮的太空装 在一个坚实的椅子底下绑了47根火箭 摆在院子中庭之中 为了怕仆人受伤 就从47根火箭拉出去47条导火索 拉到院子外面去 仆人躲在外面墙后面 同时点燃47条导火箭 就看到火焰往院子中间一烧 烧到里面轰然一声巨响 白烟处处 进去看白烟散了 人也不见了 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太空人 这张图像 珍藏在美国NASA马歇尔太空中心 他印在书上的时候 底下加了一句话 说 His idea was basically correct 他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既然讲到了月球 我们看一下 NASA现在是怎么样来介绍 怎么样介绍我们的月球的 我们待会儿回来看吧 但是太空梭的发射是另外一个壮观的景象 我们以前在NASA工作的时候 只要佛罗里达州的Keynevra 有太空梭要发射 那你就会知道 每一个NASA Center在全面有九个 发射前半小时都能放下手边的工作 齐聚 讲厅 在那个地方看发射的现场 奇怪 我们刚刚连接的 怎么现在都连不上了 重新 这边屏蔽了 我们的过程真有趣 我看一下 我直接把那个点开给各位看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啊 所以 interesting 好 如果我们的连接 重新接上这个通导机都不对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刚刚我们全部整理过了一次 我们再看一下吧 应该在我们的 Anyway 我想我们跟通导机的接触是有关系的 待会儿你看一下 连月球都看不到 这就很可惜了 我们继续往下讲 好不好 这个还不是关键的时候 我们再往下讲 各位 重要的是太空科技的新发展 大家知道去年的二月份农历年刚过完 有一辆红色跑车进入了地球轨道吗 我问一下 知道这件事的请执售 OK 好 很好 还是有人知道了 谁的跑车啊 他的 美国的民间太空科技发展的先驱Elon Musk 他大量地产生新的idea 节省了进入太空的成本 他在做火星梦 他的火星梦做得巨大无比 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 能够在火星表面产生第一个人类的殖民体 多少人在那个地方 五十万人 不是五人 是五十万人 他的想法 所以网络上就出现了很多恶搞他的照片 钢铁人 但有趣的是 他发展了天龙号的太空船 现在已经进入实体测试的阶段 准备要把人带上了月球跟火星 大家不要误会 天龙号不是只有给台北人搭的 还是都给他们 月球跟火星 那利益重型火箭呢 首次飞行很有趣 他们自己SpaceX在做测试的时候 就是去年 第一次把这个射入轨道的时候 它可以把六十四吨的轴载 送入地球的低轨道 这是不得了的成就 但是还是比不上阿波罗任务的 农神五号火箭 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是农神五号 但是呢 当前地表最强火箭 农神五号已经不做了 所以Falcon Heavy 这是FH 能够把东西送到地球轨道里头去 第一次发射重型火箭呢 他自己也说 这个东西发射的时候 有可能百分之五十的机会 会抱成一团美丽的火球 我就不要接受商业卫星的委托了 但是你发射一个空桶子 也没有什么意思 那就把自己的跑车送上去了 跑车不是这样子接的 是这样子接的 各位 这是跑车跟他的Uber Stage 还有摄影机 这边一台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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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坐一个人 这不是马斯克 是个假人 好吧 发射升空 顺利发射升空了以后 地面回收 我再试试看 能不能连得上 哦 这个可以连得上 难得 你可以看一下 重点是什么 Falcon Heavy 你先不要看Falcon Heavy 单独一支Falcon 9 电影九号发射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右边这个地方 这个是速度 这个是高度 这个是发射的时间 我们的符位五号 就是在列音九号上 进入太空的 我们的符位七号 是列音重型 进入太空的 那我们往后面走走看 它到了1分26秒 到了2分 你注意看一下 2分31秒的时候 它会把第一节火箭丢下来 但第一节火箭 马斯克不希望它掉到海里面去 第一节火箭价值非常昂贵 6000万美金 掉到海里面还是 海水是腐蚀性的 所以掉进去以后 基本精力一切完蛋了 不能再用 这是为什么 你看Miko Mainage Cut-Off 然后第一节火箭脱离了 高兴得不得了 不到三秒钟 第二节火箭点燃了 点燃的时候 你看到材料科学的极致 它竟然可以把这个引擎烧 红到颜色都改变了 可是呢 还是很精彩地往前飞行 这是第二节火箭的样子 但重点是 马斯克希望把第一节火箭回收 因为第一节火箭里面 烧的燃料价值多少钱 20万美金 你可以想象 为了要烧20万的美金 你要丢掉一个6000万的桶子 这话怎么说说不过去 好像你今天开车上班 开一辆全新的冰室 开到办公室以后 冰室就扔了 明天再换另外一台 不合理吧 所以马斯克希望把这一台冰室 也就是6000万美金的东西 能够保留下来 那你看一下 4分钟了 到了5分了 到了7分钟 各位我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面这个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那地球啊 对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地球的弧线都看出来了 弧线看出来是什么概念 已经飞得很高了 如果你接近地面的话 整个地面是平的 飞得越高 弧线就越清楚 所以短短几分钟 已经走到很高的高度了 也还好 两三百公里的高度 那你再看一下 第一节火箭往下掉的过程中 现在第一节火箭Transonic 进入了我们地球的大气层 马上就要到了它降落的时候了 降落在什么地方各位 降落在这个浮台上面 海面的一个浮台 这个浮台长十米宽十米 各位告诉我 一个长十米宽十米的浮台 在茫茫大海上是大还是小 小的不得了 而且海面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 破涛汹涌起伏不定 它希望把这第一节火箭 能够落在这个浮台上面 简直是看起来像痴人说梦 这个浮台呢 他们的年轻人给它 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这叫什么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 这就是甩人的人 跟被甩人的人说的话 这里面有他的典故 咱们细节就不多说了 那你看一下 底下这第一节火箭 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荧幕画面了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大家不要眨眼睛啊 直接下来 张开三只脚 直接就站在这个浮台上头了 Isn't that amazing 完完全全违反人体工学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的质量中心 你再怎么说 至少在这个地方吧 这么细长 像一根铅笔一样的东西 竟然能够不加不浊 三只脚一打开 落在一个起伏不定的浮台上面 然后掉头 就把这浮台往回开回来了 那你看当时的任务 其实当时的任务最精彩的是什么 要把天龙号送出去 让他自己去找国际太空站 给太空站做运捕的任务 你可以挑剔一下说 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中心啊 但你可以看得到太空船出去了 两边太阳能板打开 自己会跑去找太空站 各位 就在这一瞬间 马斯克把进出太空的成本 降低到了10%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各位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 这根火箭要能够再用 但NASA说了 我出了那么多钱给你 让你帮我做运捕的工作 我为什么要用旧的火箭 马斯克拜托了半天 终于半年之后 NASA同意了 半年之后 这一支火箭重新发射 顺利升空又顺利回收 一支火箭他说至少能用20次 他以后希望怎么样 Turn around time 24小时 什么叫Turn around time 24小时 上去以后回来整理一下 第二天继续发射 用这种方式 大量节约成本了 所以这是很精彩的事情 我就问学生了各位 他这样海面回收有没有失败过 当然有 因为失败跟挫折就是成功的一部分 我们看一下他失败的过程吧 也是一个往下掉 看起来有点歪歪扭扭 接近地面 三只脚打开了往下站 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有一个脚就软掉了 他发动旁边的侧向火箭 也没有办法支持他站直 整个就倒下去 变成一个美丽的火球了 那我们再靠近一点看 学生最喜欢看人家失败的画面 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看得很 要知道 学科学就是要努力地面对失败跟挫折 才有最后的成功科研 各位 刚刚Falcon Heavy发射了以后 即使六月份发射我们的浮卫7号 那两个旁边的火箭都顺利地回到陆地降落 这是回到陆地降落 这不是在海面 中间那只海面降落 旁边两只回到陆地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这不是发射 这是在回来 这两个发动力向火箭 两个到最后安安稳稳地站在地面上 你就知道省了多少钱 马斯克这个怪节 如果你要看太空历史的话 二十年以后回头看 它会在太空历史 发展科技的历史上面 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 当然他把跑车送到轨道里面去干什么 前面的Fairing一打开 跑车一出现 就开始播放大卫鲍伊的Space Oddity 在座各位知道David Bowie 大卫鲍伊的请举手 举手的人跟我年龄都差不多了 没有关系 年轻人不知道 没有关系 但你知道吗 实况转播跟网站追踪这个车 有趣的是什么 你说老师奇怪了 这个跑车不是绕地球转吗 怎么地球绕它转 这就是1543年戈白年之前 教会所相信的事情 中间是地球 旁边是太阳 为什么 摄影机在你车上嘛 摄影机在哪儿 哪儿就不动 摄影机摆在跑车上面 你就看到地球绕着你转了 八个月超越了火星轨道 各位 你会觉得这个行为 虽然能够成功地引起话题跟注意 但是这个行为看起来不是很得当 为什么哪天我们这些年轻人 你们的孩子进出了太空以后 坐着太空船出去探险 走着走着就看到那样红色 跑着呼呼想开过去 你觉得那个安全吗 但现在说老实话四个字 无法可管 这些太空先进国家 根本就懒得去立法 它立法干嘛 管自己啊 所以你会知道问题很大 人类为什么会跨出立球 成为跨行星物种吗 我们会变成跨行星物种 当然会 你看人家发展的历程 走出非洲 航向大海 拓展西部 开发南极 飞上天空 最后一个是什么 当然是走向太空 进入太空 所以这个发展过程是无法避免的 科技的发展会带动生活的改善 我们在去年 蒙古国立博物馆找我们合作 邀我们去蒙古 干什么 看他们先民墓葬 考古的成功 他们先民是什么先民 他们把他们先民叫做匈奴 匈奴 匈奴 鲜卑 辽 契丹 都是蒙古人 所以很高兴 七月份去参加蒙古人 纳达木的大会 摔跤射箭 骑马 全国比赛 看完大会以后 走在漂亮的草原上面 一望无际 难怪习慕容那么喜欢他的老家蒙古 真的很漂亮 可你知道吗 开着开着车子 旁边过去一大群绵羊 一个牧人骑着马赶绵羊 开着开着车子 过去一大群牛 一个牧人骑着马赶牛 再开着开着一大群野马 后面一个牧人骑着摩托车赶马 看来就很违和 你知道吗 难怪在纳达木大会上面 他们的总统大声疾呼说 我们亲爱的国民啊 拜托你不要骑摩托车去赶马赶羊了 那回归我们蒙古人的老本行骑着马赶吧 我跟蒙古人讲回不去了 以后你们的牧人也不会骑着摩托车赶 以后你们的牧人会用什么东西 无人机 牧童会躲在阴凉的环境里面 控制无人机去赶羊 科技的发展根本不会走回头路 那你可以看到 想跨出问题要问几个关键的问题了 想去哪里就是理想 能去哪里是实际 但怎么去 当然你要考虑到工程 考虑生理 考虑到经济 考虑到政治上的可行性 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 什么问题啊 要不要回来 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会简单很多的 但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得到出去外面可以去哪里 这都是有趣的地方 我们细节就不多说了 NASA在长期做人在太空里面的生理 跟心理状况的实验 这两个人 一个叫做Mark Kelly 一个叫Scott Kelly 同卵双生的双胞胎 同学告诉我 同卵双生的特征是什么 Genetically the same 基因完全相同 所以两个同属NASA太空人 Mark留上胡子 Scott没有留胡子 结果Scott被送上国际太空站 在上面待了354天 待了整整一年 Mark都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的兄弟也不轻松 每天进到NASA做生理参数的测量 跟他哥哥做比较 看一年下来 你看回到地球连站都站不住了 但是比较一下 上太空的会长高 各位同学 有几女孩子想上太空了吗 待了一年以后高了多少 2 inches 5公分 多有趣啊 可是你也不要太期待太高 回到地球上又会慢慢缩回去 为什么会长高 因为咱们33节的脊椎 颈椎 肩椎里面 有二十几节 是软骨跟肌肉拉扯的 没有中立情况下它会放松的 所以上太空会长高 但是这两个同卵双双胸胞胎 一年下来的差异 它的基因出现了7%的差别 当然我们还是不知道 这7%的差别 会对人类的未来的疾病 或者是身体状况 造什么样的影响不知道 这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知道 但怎么样在地表 各位同学告诉我了 地表模拟失控状态 有哪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水 一个是飞机 所以水下工作 是美国人的NBL 叫Neutral Buency Lab 另外是飞机的抛物线飞行 零重力 Zero G Flat 你先看一下 这是美国的中心 Neutral Buency Laboratory 中心福利实验室 那个游泳池打得不得了 那可以把整个太空梭 加上哈勃望远镜摆在里面 太空站摆在里面 让太空人上去之前先下水 在水里面完全没有重量的情况底下 学习怎么样操作机器 做维修的工作 练习维修哈勃望远镜 把这个巨大的广角行星照相机摆进去 实际呢 练习完了以后就上了太空 上了太空 真的就要做这个相机了 一模一样 所以在这个中心福利实验室里面 唯一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各位 在水里面跟在太空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太空里面 你手的运动完全没有阻力 在水里面会有阻力 你东西丢不出去 因为它水是有阻力的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接近模拟太空的是什么 常常太空人会讲 It's massive but not happy 什么意思 再重的东西你都可以移动得了它 你可以移得动 因为它没有固着在任何地方摩擦 没有这种东西 再重的东西 F等于M A M很大 very massive 但你给它一个F 再小的F都会产生一个很小很小的A 而那个A是positive 正向 你只要有个正向的加速度 给它足够的时间 它就会跑得很快 太空里面的特征是这样子 It's not heavy 好了 那斯蒂芬霍金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做了很多事情 有趣的是 它穿上太空服 超越了重力 对它身体的束缚 成天缩在轮椅里面很难过 终于有一天呢 它上了太空 不是上了太空 它体会到了空间 无重力的状态 解脱了肢体的束缚 但是这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飞机 Zero G 这个飞机以前是对专业太空人 跟企业去做实习的 现在已经开放民间使用 你只要有钱 就可以定一个位子 一个位子多少钱呢 前两个月看是4900 现在涨到5200美金 一个人5000块美金 但有趣的是 美国有个高中 贵族高中 家长有钱说 我出钱全班上去体验 一班30个人上去了 你知道上去以后 Parabolic flight 抛物线的飞行 它收了你5000美金 让你飞30圈 但是人体会的如何 我跟你讲 平均统计 上去的这一帮人里头 有三分之一会极端不舒服 甚至有一两个会吐 那两个吐的人怎么办 带到机尾关到厕所里继续吐 因为还有29圈 其中另外三分之一 勉强还可以接受 另外三分之一 舒服得不得了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无法强求 但是有趣的是 你看这是在 那短短的几十秒钟 每一圈几十秒钟 Powl线飞行的时候 你可以体会 完全没有中力的情况 但其实有中力 只是因为跟你的坐标器是一样的 好 现在一个问题 又要开始考试了 各位 什么时候开始 零中力 0G 这边有五个阶段 平飞是1 飞到中间是2 平飞是3 冲下来是4 回到5 告诉我 什么地方开始 什么地方结束 认为1就开始零中力的请举手 认为2就开始零中力的请举手 3 3 开始零中力的请举手 4 开始零中力的请举手 5 开始零中力的请举手 已经结束了 答案是什么 各位 你不要难过 因为原来我也猜错 这很有趣 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弄懂 这场演讲就没有白听 各位 实际上是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开始 这个地方结束 2开始4结束 Let me tell you 什么概念 第一个你会看得到 steady horizontal flight 一个G 你水平飞行就是正常一个G 可是呢 你要把飞机机头从水平拉到斜45度 它的机头一定要往上拉 可是你在水平飞行的时候 里面的人跟飞机同样享受高速前进的快感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你什么 一旦你改变了方向 里面的人惯性还是会往前推 所以你的机头只要一翘起来 里面的人就感觉到被压到地板上了 所以这个阶段 当机头往上翘的时候 Hyper gravity 重力将近两倍 20秒钟非常不舒服 但拉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需要把机头往下压才能够拉平 对不对 你可以看得到 当人已经习惯了 人跟着飞机往上冲 往上冲的时候 机头只要往下一压 人继续往上冲 失重状态就出现了 就在这一点失重状态就出现了 然后呢 往上车往下一压以后 人一直往上飞 平了以后还是 机头再往下压 人还是往前冲 还是失重状态 那真正到了这个地方 你再不把机头拉回来就要坠毁了 要拉成平的时候 你再往下走 大家都往下走 你把机头一往回拉 人又被高压压到地板上去了 在这个地方又一次体验 到最后回到成长 大家现在了解这整个 Parabolic Flight吗 我是学物理的 我是搞天文的 我在NASA工作 我当时都没弄懂 我们自己在 当学生的时候 在亚利桑那州 Kidpig 国家天文台 那个沙漠州 好多人学飞行 有一天个年轻天文学家 过来找我说 维希娜要不要上去飞一下 因为他要重新考照 美国每两年 要重新检验你的小飞机执照 我说好啊 他找我上去只是要分担 飞行的费用 可你知道我们上去飞了一个小时 没人花多少钱 17块美金 这么便宜 难怪那是一个飞行者的天堂 飞机起飞以后 飞到一半 他就说 The plane is yours 交给你了 那我就开始接过来飞 抓着这个方向盘 脚踩着方向舵 飞着飞着还觉得不错 飞机其实设计得很好 不是那么很容易被你搞下去的 他就说你飞得还不错啊 你想尝试什么 我说of course zero gravity 他说你说的 我们试试看 同学告诉我 zero gravity 怎么样做 不是 这个是坠毁了 先怎么样 先wind over 翅膀拉起来以后 这样子往下滑 就往下这样一滑的结果 整个人蹦一下 撞到屋顶 我们绑了一个腰上的安全带 但屁股会离开椅子 头会撞到屋顶 下去以后他说how do you feel 我说还要 还要 真的很好玩 因为我们喜欢这种环境的 但你知道吗 我们真正知道这一个关键 是在另外一次搭飞机的去开会吧 旁边坐的是一个美国空军退役飞行员 他飞什么 A4攻击机 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A4 A4就是一个飞行弹药库 活力大得不得了 而那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参加过海湾战争 两一战争 不是战争 美国打伊拉克的战争 你知道吗 一讲起话来 那种美国人的优越感 就显现无疑 沙漠上是完全没有隐蔽的 只要他们的侦察机 看到了伊拉克的车队出现 通知他们一起飞 他说我飞到现场 就像打电动玩具一样 一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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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车跑得掉 不知道 但是他跟我讨论这个 因为我说我也飞过 然后问他0G 他就跟我讲这个道理 还真的是 马上听懂 自己的牛顿运动力 去定理都没有好好念好 看一下 你要在空中打电脑吗 很奇怪的姿势 老鼠送到空中以后 很特别 为什么 老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orientation 这很有趣 生物近太空的有好些 我们细节不多说了 但是各位 我想问一下 在家里养猫的警局所 有没有在家里养猫 你们有没有拿猫 来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 如果你的猫的脾气好的话 你把猫放在桌上 叫它躺过来 肚子朝天 然后你的左手抓着它两只前脚 右手抓两只后脚 把它提到空中 然后松手 会发生什么事 猫会摔在地上吗 它空中三毛 就能够转一个半圈 四只脚落在地上 然后跑掉 一边跑一边回头骂你 这猫真的 但是我就很好奇 猫如果放到太空去的话 会怎么样 我跟学生讲 学生说 好 我家里有猫 回去试一下 我说你可千万要小心 那个猫 如果你这样抓它 有些猫脾气不好 会咬你的 另外就是你这样抓它以后 这样一放 你不要担心 这个距离即使你说这么短 猫瞬间就转一半落下去 你不要担心说距离太短 跑到三楼就往下丢 那不行啊 那就摔死了啊 但你知道吗 各位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个问题 那是物理上很好玩的一个问题 猫的这种行为 完全违反了我们认知的转动定律 交动量守恒跟观量守恒 完全违反这个 它是个free falling free point 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一个free particle 怎么自己会产生转动 而且转一半就停 人都做不到 猫竟然可以转一半 很清楚知道 我两脚要落下去 它又能够在空中自由落的情况下 自己可以开始转 又能够说停就停 你会去看一下 很好玩 你只要打falling cat 就会出来好多这样的东西 另外一个更严肃的问题是什么 太空里面能不能传宗结态 这个很尴尬 没有人愿意说 拿啥一啥都不说 但是太空人跟我们说过了 早就做实验了 第一个想知道太空人能不能传宗结态 第二 能不能怀孕能不能生孩子 我们到西藏去 汉人的支援藏的干部 到了西藏以后 万一女性怀孕了 马上要下来 否则的话在高原上 它的胎儿发育是不行的 缺氧嘛 那在太空里面 没有重力情况底下 胎儿能不能正常发育 是很多太空机构都想知道的事情 只有正常发育 人才可以走得远远的 各位 去月球去火星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一带 未来在火星上定居的是什么 是出生在月球 跟出生在太空的那一带 不是我们这一带 也不是你们这一带 是出生在太空的那一带 但如果你说传统结态做不做得到 很困难 他们私底下说的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真要开始做的时候 才发觉重力才是好朋友 没有重力 两个人是无法靠近紧贴的 一开始用弹性床单 把两个人捆在一起 后来发觉根本无法移动 搞了半天最后发觉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找第三个人帮忙 你还做得下去 这张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为什么假的 毛巾往下垂嘛 太空里面毛巾不会往下垂的了 但是你看一下 日本第一位太空人名字叫做毛利 毛利 就有人会接着说小五了 不是 毛利卫 日本太空管的馆长 他是日本人第一个见到太空 上了美国的太空梭 到我们课堂上演讲的时候 他很好玩 放个影片 上太空之前呢 穿着短裤 T恤 球鞋 操场跑步 跑到镜头前面停下来 拿出一根绳子 给你把剪刀 绕着大腿绕一圈 剪断说这是我大腿的周长 绕着脖子绕一圈剪断 这是我脖子的周长 然后把这两段绳子带上太空 各位 又要考试了 上太空以后 在失重状态里面 他大腿的周长 跟脖子的周长 有没有变化 有 怎么变化 大腿是变粗而变细 有粗有细我听到 脖子是变粗而变细 实际上各位 你上太空以后没有了重力 身体的血液跟体液均匀分布 从下面往上走 因为我们在重力环境里面 都是往下走的 下面往上走 下面往上走 大腿会变细 脖子会变粗 脸会肿大 女孩子一听就说 我不要去了 平常照相脸小的问题很严重 大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不止这样 我跟你讲 不是那么简单照相的问题 整个体液上来以后 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是什么 鼻腔sinus 鼻痘 鼻腔后面鼻痘 那边充满了体液一压缩以后 你的鼻后嗅觉就没有了 吃任何食物没有味道 以后太空人只能吃川菜 为什么吃川菜 因为蜡是一种痛觉 你的味觉已经完蛋了 以前我们讲说 酸苦甘心咸是五种味觉 后来发现酸苦甘心 心根本就不是味觉 心是痛觉 而且不止走到了鼻腔 把鼻腔塞住了 吃饭没有味道 走到了眼光后面 各位我们眼球是圆的 但是体液走到眼球后面 会压迫眼球后方 你的眼球会变形 视力会变差 所以你会知道 上太空不是那么愉快的事情 失重状态 看得到吹长笛 很有趣 但你可以倒过来吹 没有差别 弹其他麦克风是悬吊在这个地方 你们注意到 麦克风摆在空中就不会跑了 这是很有名的加拿大人 叫Chris Hartfield 打电脑 晚上睡觉 各位 上太空以后 吃和拉撒睡都变成了问题 吃东西怎么样 我们年轻小朋友上太空了 好高兴 庆祝一下吧 你说老师我最喜欢吃MM巧克力 就把小克力一撕 那一家巧克力会怎么样 飘出来 满屋子都是巧克力 你说我把它装碗里面吧 拿个碗过来 把巧克力塞到碗里面 有没有差别 你把碗拿掉了 它还是在那个地方 那碗对它来的没有差别 拿个勺子这么一咬 巧克力四面八方射出去 高速射出去 你还得像金鱼一样 你还得像金鱼一样 在空中这样飘 然后嘴巴上呱呱呱呱呱呱呱 去把你的小巧克力吃掉 这吃东西 喝水呢 喝水也很辛苦 真正有趣的是什么 太空人常讲的一个笑话是 今天的咖啡就是明天的咖啡 我常常为孩子们说 有没有人想当太空人宇航员呢 好多人举手啊 我说你们举手就是因为 你们不知道真相的关系 他说老师什么真相 今天的咖啡就是明天的咖啡 今天泡咖啡的水喝了以后 尿液排出来很珍贵 水分很珍贵 收集起来以后 进到滤清器 滤清洗净以后 就是明天泡咖啡的水 我说还有任何人要当太空人吗 还是有人举手 我说现在还举手的人 就是不知道进一步的真相 那什么进一步的真相 我说太空缩上 太空站上空间那么宝贵 谁会给你一个人一个单独的滤清器 大家共用一个滤清器 你能够接受他昨天的咖啡 是我今天的咖啡吗 那这就是 这还是喝的 还有还比较简单 但是你知道吗 上厕所就有问题了 待会儿你会看到 太空缩 太空舱上面上厕所 那个厕所的马桶小得不得了 那个洞只有十公分 各位你家里的马桶 你回去观察一下 椭圆形的开口是多大 长边是四十公分 那为什么太空缩 上面的马桶只有十公分 因为你不希望东西飘出来 你不希望东西飘出来 更麻 可是你说老师很麻 那十公分 那么小一个洞 坐上去都不容易对准 NASA很贴心 它在那个洞的正下方 加一块玻璃底下有个相机 电视摄影机 直接拍上面 画面出现在你旁边 你可以看着那个画面 移动你的身体 Oh this is so funny 但你知道吗 这已经算很好的了 太空站太空桌上有厕所可以上 以前各位你可以想象吗 双子星任务 阿波罗任务 三个人挤在那个小小的舱里面 好几天 怎么办 吃喝拉撒碎 基本上都在位子上 那个位子底下就有个洞 底下是有马桶的 旁边人在上厕所 你要很专心地开太空船 你不要去理他 但更麻烦的是什么 上完以后 当时没有办法从太空舱 丢任何东西出来 是密封的 所以那个粪便是 放在塑胶袋里面密封的 可是人类的排泄物有个很大的问题 会怎么样 发酵 因为人类排泄物里面 大量微生物会发酵 发酵到后来会产生 爪气 所以那一袋东西会爆炸的 你绝对不希望那一袋东西 在小小太空舱里面爆炸 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同学告诉我怎么样让它不要爆炸 你是NASA的人 你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怎么样不让它爆炸 打杀虫剂 上完以后呢 还没有密封之前 把杀虫剂打进去 密封起来 把里面微生物杀死 但NASA人告诉太空人说 杀虫剂要怎么样才能充分发挥 效果呢 是要跟你的排泄物均匀混合 所以就需要花15分钟的时间 去揉那一包东西 我这很难想象 当你的同伴 跟你在讨论任务细节的时候 手上还一边在那揉那一包东西 可你知道吗 现在不一样了 太空站跟太空梭呢 都有一个洞口 可以把它东西直接喷出来 对着地球高速落下来 你说老师那这样 我们待会儿出去要打洋伞带钢窥了吧 不用 这些东西在地球高层大气就会燃烧掉了 高层大气 高速下来在大气就摩擦 烧掉变成什么 点点流星 我在台大的学生说 老师你为什么要这么残忍 我常常跟我的男朋友女朋友 手拉着手心连着心走到星空底下 满天星都好感动 偶尔一颗流星划过 我们就许愿世界和平了 今天你跟我讲 什么流星是那样来的 下回我再看到流星我只能说 Holy shit 不用担心了 我跟你讲流星分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 一种是人工的 绝大多数你看到的是天然的 晚上要睡觉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绝对没有把自己 抛在弹簧床上整个放松的感觉 因为没有重力 所以你躺着睡 站着睡 倒过来睡 都没有差别 你只能睡在睡袋里面 把自己绑得紧紧的 上去第一天的太空人都碰到一个困扰 手到底要放在里面绑 还是把手留在外面 这有什么差别 你绑在里面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会睡得很舒服 可是动不方便 不绑在里面的话 睡到半夜 手就飘起来了 晚上醒过来看 哎呦 这什么东西啊 可是这个半夜的概念是什么意思 你说老师我工作 白天工作八小时休息一下 我就睡觉了 根本不是各位低轨道的太空站 太空梭跟我们的卫星 低轨道绕地球一圈 在400到600公里的低轨道 多少时间 一个半小时 90分钟绕一圈 每一天绕地球17圈 你每一天有17个白天 17个黑夜 你说老师 我要遵守古人的要求 日出而坐 日入而席 你累死啊 所以太空人需要有一个能力 就是说睡就睡 那个能力叫做Powersleep 叫你睡马上就睡 不需要去看书啊 失眠喝茶数羊 不要这样子 马上就睡 一听我这样讲 小学生觉得说老师我可以当太空人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只要一上课说睡就睡 非常厉害的 吃喝拉撒睡其实很复杂 你看河水唱歌刷牙 成立头发 这种头发其实不应该上太空的 它蛮危险的 就是头发会掉 它飘在空中呢 会进到机器里面很危险的 这是洗头 这是护发 这是洗澡 洗澡其实很难受的 所以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真的要做洗澡 你说老师没有问题洗澡 你如果联邦多水喷一下 水喷出来会落在你身上吗 No way 水会四面八方地飘 对人对机器都不好 所以他们关在一个桶子里面洗澡 但后来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上厕所 各位你看到没有 就是那个可怜的可爱的小马桶 那个洞有多小 很辛苦的 每天至少运动两小时 各位 为什么 你说没有重量怎么运动 腰上面加了一个松简带 拉到地板上面去 这样运动 你如果不这样运动的话 各位 70岁的女性 五十六十比男性严重 每年流失百分之一 四十岁的年轻健壮太空人 不运动的话 在适用状态底下 每个月流失百分之一 你就知道不运动是很悲惨的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太空飘不跟旋转 很有意思 我们待会儿做科学实验 今天很高兴 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哥布丸的館长室的庄秘书庄小姐 梅林也到这个地方来了 只要她出席 就有很多好玩的科学表演实验可以看 早点把我们的演讲结束吧 可以聚餐 可以庆祝感恩节的 太空漫步有没有危险啊 当然有危险 第一个进入太空漫步的人是谁 还是苏联人 利昂诺夫 利昂诺夫在他的任务里面 时间到了要出去了 各位同学你知道 第一轨道绕一圈 只要一个半小时 时速是多少 两万八千公里 两万八千公里的速度 然后你开门你要叫我出去 你说Are you kidding 外面是两万八千公里的时速 我出去以后就看着车 走掉了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那我怎么办 你说没有关系 一个半小时以后过来接你 各位同学是这样子吗 不是啦 他跟着太空梭走 所以太空梭门打开了以后 你出去外面 还是跟着太空梭飞 你只要不要做蠢事 什么蠢事 太空梭旁边好大我压不敢 我推他一下 推一下的结果呢 动量守恒吧 它会往那边移动一点点 你会往这边移动很多 然后你是个自由指点 你又不像猫那么厉害 你根本回不来 所以飞出去的时候 太空漫步 列阳诺夫呢 第一次人类门打开出去了 马上就发觉一个问题 根本没有想到 但是事后诸葛亮 觉得早就该想到了 为什么 太空一里面有空气 一出去外面没有大气 瞬间膨胀 它膨胀成一个大球 比太空舱的门大好多 它进不来了 那十二分钟的太空漫步 里面那个人很努力的 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拉进来 外面这个人很努力 想把它挤回去 到最后 他是把隔破一点太空衣 放掉一点气 自己才进来 那十二分钟简直是一个 非常拙劣的 非常辛苦的过程 这是人类第一次太空漫步 到后来就好得多了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人类在外面工作 可是呢太空垃圾 分布在地球周遭 这是1957年 干净的不得了 你还没有东西上去 这1992 这是2015 还想进太空吗 你说有吗 你看到没有 太阳能板上面的凹痕 你看到没有 窗户上面的裂缝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问题 同时也是商机 我记得东元在 国家太空计划室 一开始好像就有参加了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我们 年轻人可以思考 别人的问题 说不定就是你的商机 现在各国都在发展 清理太空热色的设备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人类还是会迈向太空 当然我们会谈一下旋转跟压力 各位 科技新疆界 人造物理曾经登陆过的地方 我问的学生 学生只能说出来 地球 火星 跟月亮 实际上金星 俄国人去了好多次金星 太坦 卡西尼号 把另外一个小太空船 丢下去 登陆在这个地方 Hoygens 惠庚四号 那 Itokawa 日本人的小太空船 飞到Itokawa旁边 下去着陆 喷一下把物质带走 准备要回到地球上来 Itokawa已经回来了 这个小行星去的那个太空船 叫做准 那这个是67匹彗星 欧盟已经把一个小太空船丢上去了 没有成功 但是落在上面 你可以看到太阳气观光 每个行星的落日跟光照不一样 这是我们地球 地球上看出去太阳大小是这个样子 太空船的量是这样子 到了金星太阳比较大 到了水星太阳变好大 但是你往后面看呢 等到有一天你去海王星毕业旅行的时候 你回头看看太阳不见了 就是夜空里面一个比较亮的星就是了 这是我们在太阳系里面的各个行星看到的 但生命会出现在别的地方吗 我们的生命 内地球生命 Yes 有些冰卫星竟然能够喷水 能喷水就代表它有冰 冰喷泉 这是穆威尔 Europa 土威尔也有 Anceladus 我们就不说了 穆威尔 Europa的冰喷泉 望远镜直接拍到这个地方是有冰水喷出来的 各位 有冰喷泉喷出来代表它有水 而且有地热 有水有地热再加上化合物 微生物 就可能出现微生物了 你可以看得到 未来即将接替哈勃望远镜的JWST会上去 它将观测穆威尔的冰喷泉 这是个模拟的图像 里面可以找得到合成生命所需要的 物质 那可以看得到 哈勃的观测 2012年12月份 就已经看得到氢喷发出来 氧喷发出来 有氢有有氧 水的存在很大的机会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事情 我们也不一定要出去找 别人自己会送上门来 两年以前有一个太阳系以外的天体 高速穿过太阳系 它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知道 跟你说一下 刚开始呢 是谁发现的 夏威夷山二发 这个天体叫什么名字 欧摸摸摸 要跟我念吗 欧摸摸摸 欧摸摸 旁边加一个痘点 这个痘点也不能丢掉 哪里的话 夏威夷图雨 因为是夏威夷的天文学家 用了Penstar 1.8mm望远镜所攀升 两年以前 十月份发现了 刚开始发现 光点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科学家说了 没什么稀奇 这就是近地小行星就是了 移动得很快 可是后来发现它的亮度会变化 亮度变化的强烈到 亮度变化这么厉害 各位我想问你 如果它是个圆球形的话 对着我们太阳飞过来 无论这个圆球形怎么转 它的亮度会改变吗 不会啊 如果它反射率一样的话 亮度是一样的 它如果亮度会改变 代表它的形状不是圆的 后来发现什么 1比6 什么样子 这个样子 细长形的 长180米 宽30米 这种天体 这种形状 不会存在在自然界里面 自然界里面 天体一天到晚互相碰来碰去 你像那种小东西一撞 结果是什么 断成两结嘛 不太可能越撞越细 你觉得它会越撞越细吗 这种天体 这种形状是不会存在 在自然界里面的 自然界里面大概是1比1.5 OK 但你可以看得到 当7月份下来的时候 人类不知道 9月份通过近日点的时候 人类不知道 10月7号通过地球轨道的时候 人类不知道 真正发现是10月18号发现 所以人类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要离开我们内太阳系了 可是它的亮度很奇怪 所以找哈勃旺已经去仔细观察 都没有观察到 结果哈勃旺已经看到了 发现另外一个更奇怪的事情是什么 如果它是单纯受太阳中力影响的话 它应该在这个地方 可是哈勃旺已经拍的时候 它已经走到这边来了 它比它该在的地方多了10万公里 它有自己的能量来源 How interesting 形状很不自然 又有自己的动力来源 这到底是什么 有人就说了 太阳已经抓不住它 现在已经走掉了 你看不到它了 是不是别人来的太空船 是不是外星人终于来了 你说走了还能不能看得到 看不到了 因为太小 然后地球上望远镜都抓不住它了 但你知道吗 你不用担心 科学家估计 从地球到海王星的这个范围之内 像这样的天体 还有六千个 还有六千个 我们只是没有去找 We're not looking at it 如果你在 looking for it 它就会出现 所以以后科学家想怎么样 发射一艘太空船 绕着地球转 专门为这种溪外天体 绕着地球转 守株待兔 只要这种天体一出现 太空船改变方向 马上飞到它旁边去 靠狠进去拍照 搞不好可以看到外星人在窗户里面 耶 这样子 所以 这真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台湾也还是会觉得很骄傲 因为太空计划是太空中心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我觉得我们徐志明部长相当大的贡献 我们动员科技也帮助了我们太空计划的进行 所以那时候复卫7号又找我去转播了 我也转播了服卫5号 也转播了服卫7号 所以我已经跟他预定服卫9 说得好玩的 因为我是1992年第一批被太空计划室找到美国去的30个授权教授 那时候选了30个教授 我还是教授班的班长 送到美国去 然后再有一批太空计划室人加上送到法国去 我们两边都去受过序 所以很高兴 知道太空计划室的发展过程 当着小英总统的面 我就说太空计划室 国家太空中心的阶级需要提升 经费需要增加 林主任笑得好高兴 蔡总统笑得也很高兴 可以看得到 我们每一个 因为复卫7号是六个卫星一个一个送出去 看得好高兴 但送出去以后 顺利送完 就等着他跟地面站连接了 到最后终于连上澳洲的达尔文地面站 当时那一刹那 全控制中心的人都觉得好感动 而这是台湾本身在太空发展上面一个难得的里程碑的成就 所以我们关于太空的演讲部分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 我们要请我们的小朋友过来帮帮忙 把这个可爱的桌子抬到中间 我们利用十分钟的时间 跟他介绍一下我们的内容 我们这个教授讲座非常精彩 我想大家应该也适合得如是如往 请问一下教授能上过太空吗 天天在梦里上太空 很希望 我们在科博馆 因为停车的问题 我们终于跟国发会争取到了几亿的经费 做个地下停车场 但你知道吗 要挖地下停车场 那是一片草地上面几棵树 要移动树木 户树联盟就找上我们 户树联盟说 孙管长你要砍树 我说没有要砍 这里面影响到的二十一棵树 是我们博物馆的植物专家 国际级的专家要做移树的 你知道移一棵树要半年六个月的时间 先断这边的根 断一半 休养三个月 再断这边的根 断一半 休养三个月 六个月以后 一个土堆拿起来 移到园区 旁边栽下去 不动员 只要上卡车 那个树是会受伤的 因为你要上卡车 树冠要切掉 所以这个树没有受伤 二十一棵树 移完了以后 地下停车场盖完 草地恢复以后 再种回去十三棵树 只会多 不会少 但是户树联盟不跟你讲这个 就是过来大吵大闹 然后快闪记者会贴个大海报 孙维新馆长滚回你的火星去 我想说 我从小没有被人家骂过 可是我还真的很想去火星 我后来把那海报 保留下以后 贴在我办公室里面的 那个小房间的门上面 每天提醒我自己该回火星 该回火星了 但你知道吗 当时有一天早上 户树联盟特别跑到科博馆 冲到园区莱来 快闪记者会找了一个记者过来 我在台中市政府 跟交通局正在协调 结果呢 副馆长接待 周文豪接待 护树联盟领头 那个女的 一直在儿子 一直骂 周文豪副馆长的太太我见过 她从来没有被女人这样骂过 女人这样骂 骂骂骂 说你们为什么要去 科馆为什么要动 我们从小喜欢的瓶干树 那两棵瓶干树 澳洲来的瓶干树 周副馆长说 瓶干树就在你背后三十米 你自己去看 有没有动到它 停车场就是弯过来 并没有影响到瓶干树 没有动 你自己去看 不管 继续骂 后来走了 等到我回来以后 他们都走了 记者留下来说 孙关长啊 刚记者说了 你们盖一个停车位 一个停车位要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旁边我挖上去 咬小啊 怎么那么贵 我说你数学也好一点吧 一个停车位一千五百万 十个停车位是多少 一五千万 二十个停车位 三亿 我说这个计划只有两亿五千万 我们要盖一百六十八个停车位 再加上一整层的两个餐厅 加上一个艺术廊道 两亿五千万 怎么会来一千五百万一个车位 他一听回去就写 报上一出来 当天晚上 护士联盟就在他脸书上面 把一千五百万改成一百五十万 护士联盟 你要改的话你可以说一句话 抱歉 原来我们查证不实 不是一千五百万是一百五十万 我向大家抱歉 你说这样一句话 我们看了就会接受 不说 偷偷改成一百五十万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理这个团队 根本就不跟他协调 等到我们完全盖好了以后 周遭李明也受他们的煽动 会在我们说明会的时候过来说 不能盖这个不能盖那个 什么东西的 盖完以后漂漂亮亮重新恢复了原状 李长碰到我说 孙館长给我们一点优惠吧 我说我盖的时候你们来捣乱 我现在盖完你要优惠 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这个里 是那个里 是那个里的 在搞什么 李明还说 孙館长你要动到我们从小看到他长大 你们不管多少年 三十几年的这个平安数 我们同时在旁边讲说 館长那个平安数是1999年12月24号中的 他怎么会看三十年 这就是公务员做事情就会挨骂 我常常给文官学院学生上课 那文官学院都是公务员 年轻公务员高考三级刚通过的 我跟他们讲说公务员不要怕挨骂 你看骂你的是谁 如果是坏人骂你代表你做的是好事 不但继续做 而且要加大力度去做 好人骂你你就要检讨了 是不是做事你做不对 如果你能做到两个人都不骂你 那你根本就没有再做事 好 我们 我们简单的 因为时间不多了 我们做一个好玩的事情吧 大家 各位你们要参与意见 我看一下 这什么杯子啊 高脚杯用来喝什么的 香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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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我把这香槟的倒满了以后 我用我的名片 这阵子名片消耗得很厉害 盖章具有翻过来 各位 翻过来以后手放开的名片会不会掉来 会不会掉 会不会掉 会 为什么 大气压力很好 千万不要讲吸住了 这里面完全没有吸的概念 大气压力很好 答对第一题要不要抢答第二题 大气压力每平方公分几公斤 很好 1.04 太好了 一公斤 这里面至少杯口有五六平方公分了 那这里面水有没有五六公斤 没有 所以底下大气压力足够顶住这里面水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话说回来了 侧过来会不会掉来 侧过来会不会 会不会掉 会不会掉 为什么不会掉 不是黏住了 大气压力没有方向性 侧过来大气压力还是顶着它 没有方向性 但如果我把这里面倒掉一半的水 剩一半是空气的话 还能不能站得住 能不能站得住 倒掉一半的水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名片消耗很快 有动的 OK 好 倒了一半的水 反过来 会不会掉来 会 到这个阶段他们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不动 不但掉不下来 我不知道 我们装面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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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牙签进去了 牙签进去了 我可没有特异功能穿壁的能力 这底下有洞 上面有空气 水为什么不下来 表面张力 很好 这个洞是表面张力 但是里面有空气 一大气压 外面一大气压 里面加上水重 很简单 外面空气进不去 外面空气进不去 水如果要往下走 它就会把里面的空的体积拉大 体积一大 气压降低 比外面压力低 它就不能动 所以这些水经过迅速地思考 知道它自己不能动 所以这很好玩 你说这小杯子啊 你换个大杯子吧 各位 这是喝什么的 喝红酒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是 冬元科技的表演 我们有的时候到民间科技表演会 希望他们准备红酒 一边表演一边喝好过瘾 各位 这一杯水够重了吗 盖上去 反过来 想想看大气压力 能不能撑得住 可以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重不重 很重 你看到我手抓不住 它往下滑的 这么重 侧过来会不会掉下来 你要小心的脖子会断 因为它太重 不会啊 也不会掉下来 这么重 但是这个杯子有另外一个好玩的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压力 另外一个好玩的是什么 不是我肚子在吸 什么东西 你只要有个对称均匀的物质 它就会有自然频率 你只要能够激发到自然频率 它就会开始震荡 好 下个问题 记住这个声音 记住很困难 因为我们是视觉动物 我们容易看 但是要听 记得它的pitch 我们加水进去 我们加水进去 再摩擦声音产生的时候 声音会变高还是变低 高还是低 有人说高 有人说低 低 因为它带动底下的水运动 消耗更多的能量 所以它的震荡会变低 我喜欢听它水倒下去那种变化 好 这是大的 我们再找这个好了 你看庄密竹很贴心 你已经帮我灌好了 倒进来 你说倒好了以后还是摆名片吗 No 不是摆名片了 来什么 乒乓球 大家觉得反过来水会不会掉下来 乒乓球长得很奇怪 它不是名片 水会不会掉下来 不会啊 乒乓球受力的方向是哪些方向 四面八方顶着它 不像刚刚名片很简单 从底下往上顶 但是为什么不会下来 很简单 上面接触水的那一边 没有大气压力 所以整个净力呢 出现一个往上的净力 还是够顶住这个水 更好玩的是你拿张纸来 最好拿轩纸来 可以开始作画 我觉得有水流出来 但是它不会掉下来 什么东西的原理 钢珠笔的原理 你有没有好写的 圆珠笔 钢珠笔 摔一下就摔坏了 不能写了 为什么 空气跑到钢珠后面去了 只要没有空气 它就这个样子 不会下来 好 我们再来一个 先做这个好不好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各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把水倒进去以后 这个罐子 盖上盖子 反过来 然后把盖子抽掉 水会不会下来 当然会下来 你们在想什么呢 可是 孙管长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做一些 不可能的任务 试试看 很久没做了 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 嗯 不行 下来了 嗯 不行 下来了 我再试试看 内功现在越来越不纯了 对啊 跟水的纯度有关 这样子吗 我看一下 这需要十年的内功 孙管长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 一定偷偷藏着盖子袋底下 NO 我只要把内功一收 蒸汽一泄 随着下来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原理是什么 想 到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了 不过今天既然是东元科学奖的话 我们就不要留一个悬念在那边了 这刚刚整个表现过来的每一个项目 它都是环环相扣的 刚刚我们拿了名片上头有洞的 你看到庄密书这边扎了一个洞 它水不下来 我们说的是什么原理啊 表面张力 那一个洞的表面张力 跟上面有很多个洞的表面张力 是不是都能够让水不下来 是啊 所以这前面有个网子 一个金属网 金属网里面每一个孔格 就是一个表面张力发挥的地方 所以金属网很容易骗人 你看到没有 我往里面倒水大家不宜有它 然后你倒过来以后 反过来以后很简单 它就是不动 还是一样还吸得住 从头到尾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那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呢 只要你让水面稳定下来 表面张力发挥作用以后 哇 抽太快了 你就知道它水还是会下来 所以很多地方呢 让别人看不出端倪来是什么 这是为什么我常说科学跟魔术 就是一线之隔 你做得好玩的话很有趣 那我们最后一个做这个好不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又要考大家了 两个气球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打大 一个打得大一个打得小 本来我们装秘书很天才 一边用蓝的一边用绿的 很麻烦的 哪一个大都不合适 这个小的 好 好 这个大 好 各位 你现在看到两个一大一小 一模一样的气球 那我把它阀门打开 让两个连通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 只有三种可能 小的变小大的变大 大的变小小的变大 第三个是两个一样大 你说还有第四个两个会爆掉 不不不不 认为是什么 我们就不用表情 我们数到会怎么样 三 二 一 小的缩小 大的变大 你说好奇怪 一定这里面有鬼 那我要怎么样证明 它不是我在做假 反过来 这次我用小的在这边 大的在这边 你看到没有 最后放掉气以后 我喜欢看到它 蓝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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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刚刚是打哪一个 这是大 这个现在要变小 现在要变小 好 这就好 小的就好 好 这个变大的 好 再看一次 再再看 他们把阀门连接在一块以后 三二一 一样 你知道 你如果猜错了不要难过 这个游戏最有名的反直觉 Anti-Attuitive实验 骗过了90%以上的物理学家 大家都觉得 既然是一模一样的气球 连通以后 应该一样大 对不对 完全不是压力的问题 是什么 材料的问题 对 材料 当你 气球小的时候好吹 还是大时候好吹 大好吹 为什么 很薄 单位面积的力很小 小的时候很厚 单位面积力很大 所以一个力大一个力小 连通以后呢 当然是力大的把气压到力小的地方去嘛 就从材料理学的角度来讲 就很容易理解这个事情了 我们很希望 以后物理这样教 我们以前在台大物理系上课 竟然有物理系学人跟我讲说 老师 我学物理之前我的人生是黑白的 学物理之后人生变全黑的 物理这么好玩 怎么会变全黑的 我希望以后我们尽量把动手做摆在物理教学里面 谢谢各位 各位有没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孙馆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以及他所做的这个科学小实验 真的是透露出好多的大道理 我想田园老师应该又有新的教材了 对不对 田园老师如果是您来教的话 也一样教的这么精彩对吧 谢谢 你们需要PK一下吗 OK 那么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孙馆长今天力临 而且给予我们那么多丰富的天文知识 而且我想我们大概对以后想不想上太空 现在您的内心应该有一个答案了 对不对 管长想不想看一下他们是希望上太空还是不想上太空呢 我们来做一下民意调查 想上太空的请举手 仍然是以年轻人居多你们看看 不想上太空的请举手 是因为你要去磨那个东西吗 不过我们真的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聆听到孙馆长深入浅出幽默风序的天文演讲 希望下一次还能够再到 应该说再到这边来聆听他的讲座 或者我们到台中自然科学馆去拜访我们的孙馆长 再一次掌声谢谢馆长感恩 也利用各位的掌声再一次恭喜我们所有的获奖人感恩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整个活动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明年27届东元奖再见 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 拜拜 阿尔 谢谢大家